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在新墨西哥州 然后再去墨西哥 就在边境线上 我当时生出个念头来 想去墨西哥转一圈 多个地方旅游嘛 来自美国不容易 但是人家坚决反对 导游为圈都急了 说你们要坚持去墨西哥的话 当时我们团里有几十个人 那我就不干 受不了这刺激 墨西哥社会治安呢 你想象不到有多了 后来那次就没继承 就整个很古安美利监 美国很多人都没去过的地方 在美国待了一辈子不见的那些地方去过 反正我都去过 当时觉得有点遗憾 都到了墨西哥边境 可是现在想起来 我刚才跟各位说的这个自驾车在美国走三周的这个朋友介绍的情况 看了后背发凉啊 我巨大的庆幸 亏了我当时没去 要不然的话 墨西哥离美国很近 离天堂很远 进入墨西哥之后呢 完全另外一部天地了 除了墨西哥城大城市里边 酒店区尚且有秩序之外 整个墨西哥就是那种状态 而且老百姓穷得要死 贫穷则奸邪生 老百姓人均比水平不低 但是老百姓穷得要死 社会治理一塌 嗯 钱去哪了 钱让美国人赚走了 美国人的金融巧取 好多 美国人的品牌 比如说可口可乐这种东西 在墨西哥横行啊 一个老百姓一年要喝700多个标准杯的可乐 为什么呀 品牌大家就喝 当水喝 年轻人枉死了喝 喝肥胖 墨西哥肥胖全世界最高 糖尿病全世界最高 一年光喝可乐 然后呢 大量的肥胖 然后墨西哥的医疗资源用来治肥胖 然后用来治糖尿病 恶性循环 所以你挨着美国就这么一个结果 可乐便宜吧 谁告诉你便宜 2021年三月墨西哥 500毫升可乐平均零售价格是0.74美元 相当于五块钱人民币 但是你在北京 你在宁波 你在中国东南西北 你买500毫升的乌糖可乐 价格是3块5 小店你买3块5 你去大型超市买3块钱以下 这个价格应该说 全世界差不多的 但是为什么离美国这么近的 墨西哥反倒是最贵呢 为什么呀 中国人的收入高于墨西哥吧 但可乐价格却低于墨西哥 又是什么原因呢 表面的原因就是什么 也就是垄断 可口可乐的各种产品 在墨西哥几乎处于垄断地位 任何一个乡村小店 什么荒郊野店 你都可以找到可口可乐 中国的饮料市场 那可乐是其中一种啊 墨西哥可乐是唯一选择 除了可口可乐 我们也农夫山泉有点甜 我们有康师傅 有哇哈哈 有椰树 有碳酸饮料 还有矿泉水 就算碳酸饮料 我们还有元气森林 后起植锈等等等等 墨西哥的商店里 只有可口可乐 这产品一堵墙啊 硕锅仅存 没有竞争者 来自美国的百事可乐 也是委屈的躲在角落里面 美国在墨西哥的可口可乐 对营销水平非常之高 已经入脑入户入心啊 墨西哥 可口可乐的营销 无处不在 小孩子出生 庆生 到结婚 到守护神聚会 如果你不拿出来 可口可乐招待来宾 那这个聚会就是不完整的 一瓶可乐被宣传称 滋养精神 帮助病人 如今很多公共的私人仪式当中的中心环节 就像熏香啊 蜡烛啊 季线的鸡一样 特效药 特效饮料 我前两天因为我反对 可以把某种药叫做特效药 结果我被人家骂惨了 特效药可笑不可笑 凡是跟你说某种药特效药的人 无论是中药习药 凡是跟你讲的人 这种人都很可疑 也有可能他被别人拿了魂 被别人骗了 他又过来骗别人 但是这把人你得罪不起啊 你要说没有特效药 你就直接服了他的面子 抢了他的奶酪 在墨西哥呢 这个可口可乐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用可口可乐可以打出墨西哥的各种环节 就让举个例子 2006年墨西哥总统当选之前 他是拉丁美洲范围之内的可口可乐CEO 可口可乐的势力在墨西哥可以说盘根错节 整个墨西哥的中央和地方 就是可口可乐的门神 大家知道可口可乐是美国的反省 背后是谁啊 背后是美国老鹰啊 自由女神啊 美国撑腰啊 哪个墨西哥政客敢得去美国呢 所以在美国 墨西哥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倾销地 美国的套路就是私营企业冲在前面 国家在背后撑腰 政商议题 美国中情局直接开拓选球市场 这招在墨西哥效果最好 习乎进入无人之境 记得当年王晓东他们写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 我学了个新词叫做仗剑经商 美国人就是这么干 仗剑经商 前面是私营企业 看是市场竞争 其实他们干的事情就是 后面有国家机器称有美国的武装力量 美国中情局的跌倒系统都为可口可乐 在墨西哥开拓市场 所以你说墨西哥人均GDP不差呀 钱到哪去了 钱都被美国人拿走了 所以墨西哥的这种悲剧 我们要特别提防 千万不能走到内部 漂亮的GDP统计数字拿出来 但其实钱都让美国大老板倒走 这是悲剧 除了垄断 除了金融 除了品牌 这些东西 美国对墨西哥的巧语好多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人家高科技呀 美国高科技呀 墨西哥最批评的州叫查普斯州 他自驾 这把哥说能量的地图只剩下谷歌一家 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谷歌连这个小村的一个无名的小道 都标志得一清二楚 甚至连村子哪个店的 品好吃都有顾客评价 所以呢 你在墨西哥自驾呢 靠谷歌地图在墨西哥乡下 畅行无阻 应该庆幸吧 当然应该庆幸 庆幸谷歌这么寒量的数据 一个中国人在地球另一端 陌生国家自驾游 但是另一方面是什么 另一方面应该庆幸 我们没有被谷歌垄断 我们现在有百度 有高德 您平时用什么我不知道 我平时用高德用的多 对吧 地图的完善是一个不漏的过程 知道吗 地图数据就像一个越挖越深的护城河 一旦数据激励到一定程度 后来者就很难进入地图市场 比方说在中国你用百度用高德 在中国使用体验 那当然就比谷歌好呀 说明我们的软件设计算法 落后中国的百度地图到了国外怎么样 难听点 中国百度地图到国外就废了 原因是你数据积累不够 路动百出啊 体验极畅 现在大家你这么想 假如我们也像墨西哥一样 被谷歌垄断 我们的地理数据就毫不设法 美国一旦进入谷歌地图 我们连个外卖都得不了 自动驾驶无从谈起 反过来说 中国墨西哥核心地理数据 因为中国一个企业 美国突然上市 然后泄露给美国 那就美国由此获得了 事关国家安全的核心地理数据 所以这事不是闹着玩的 谷歌地图只是冰山一角 墨西哥和其他国家一样 整个国家的信息服务 网络平台都是被美国录端的 美国的那些平台 什么非死不可呀 什么推特啊 各种影视平台 出行平台 大车软件 Uber Uber Ease 全部都在墨西哥用啊 墨西哥拿起手机 墨西哥人的思想观念 行为模式 潜移默化都受美国人影响 都被美国人垄断 隔壁网感的经常用词 叫做被人家拿了魂 如果墨西哥不用这些东西 那好 你墨西哥一夜之间回到原始不落时代 查一下美国的股价呀 美国开明前六的公司 除了特斯拉 就是网络科技五大巨头 几乎每家的市值都超过墨西哥 整个国家的GDP 大家想一想 可怕不可怕 苹果2.6万亿美元 微软2.5万亿美元 谷歌1.9万亿美元 亚马逊1.8万亿美元 Facebook1万亿美元 富克敌国都是低估了 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 才是真正养肥美国的科技局 所以要感谢彗德曼 他提出的概念 叫浅层产品和深层产品 墨西哥几乎所有的 能产生利润的深层产品 都被美国垄断了 墨西哥相当于美国2.0版的殖民地 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咬牙铁齿 恨得牙根之痒痒 美国就是不能接受中国人独立自主 改革开放独立自主 一切以人民的幸福为福祉 独立主权独立外交主权 独立经济主权 独立金融主权 美国人可以光明正大的 榨取墨西哥的高额利润 美国在中国赚钱不少了 但是美国人觉得 中国不如墨西哥好涨 墨西哥的钱怎么赚都赚 中国呢总是有人跟我们打恨 跟我们别扭 中国过去只提供一些袜子 打火机啊 什么衬衫啊 T恤啊 那些呢 这种浅层产品 中国挺好的 中国发展了 美国人就是高兴了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跟我们过去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美国和中国 存在着结构性的贸论 美国在墨西哥 不在横着拽 而且不用背负殖民者的骂名 也不要担负管理墨西哥责 一切看上去 美国在墨西哥 都那么文明 那么高科技 那么轻松 那么一切合法合理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没有关系 没有名分 对美国来说 好处全部拿走 责任一点没有 各位 我们要特别感谢这篇文章的作主 我是在茶壶看世界 茶是茶叶的茶壶 是狐狸的狐狸 作者是墨西哥土著 这个笔名啊 这个东西 你搞不清谁是谁 墨西哥土著是谁啊 会知道 但是墨西哥土著呢 跑到墨西哥去自驾游 游了三个星期 回来写这文章 我为什么要就三七几个时间来讲这篇文章 因为这篇文章不但是讲墨西哥呀 你驾车旅游啊 采风 你看到那些西洋节目 更重要的是墨西哥在美国边上 美国为什么不颠覆墨西哥的国家政权 不反对墨西哥的国家制度 墨西哥GDP看上去还行啊 怎么就老百姓那么求 社会治理那么差 所以 我看到这 我算明白了 为什么波多利哥多次要求加入美国 美国置之不理啊 时代变了 领土已经不是延伸霸权的障碍 反倒成了撇清责任的最好的借口 今天的美国用统治墨西哥的方式来统治中国 我请问各位 你是愿意啊 还是愿意啊 还是愿意啊 你单凡有点脑子清楚 你单凡你自己有点四尊 对不对 二战之后 美国用科技霸权 美元霸权 武力霸权 构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好的国际秩序 在这个秩序里 美国是老大 美国是爷 其他周围都是马仔 组成了发达国家的核心成员圈 西欧各国 加拿大 澳洲 新西兰 美国 你现在看吧 这个所谓发达国家的圈子非常封闭 过去一百多年了 有大的变动了 没有 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 加起来不到十个亿 二战之后 真正成功升级的国家 如果体量不算太小 新加坡以色列 只有韩国一家 注意啊 二战之后啊 真正晋升现代化的国家 大的小的都算上 新加坡 以色列 韩国 还有吗 于是 钱呢 就像变个数一样 又流回到发达国家的腰包 这就是美国人的精明算计 这就是美国精算师设计的烧旋环 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内旋环 大家们一圈老的喝酒吃肉 一口酒八一口菜 人家过得有丝有味儿 而在发达国家的外部 是穷大家发展中穷国的外循环 这些穷国这些穷国只能踮起脚尖来伸长脖子 接几口发达国家的残羹剩饭 在美国这条体系里面 墨西哥绝对是 碎乖巧 美国人统治墨西哥一点都不费力 大家再想一想 如果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像墨西哥一样安分守己 逆来顺受美国一切尽在场过 美国少来田 在花园里享受岁月静好 第三世界臣民在工厂里忍受体力煎熬 那这个世界什么样 这世界不就是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吗 成为最后之人吗 美国本来就斗垮了苏联 三十年前苏联王大盲国 赢得本战胜利之后 美国完美的双循环天衣无缝 本来美国可以高枕无忧 但是直到有一天美国一觉醒来 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他眼前 这就是中国 有些公知有些公知倾向的人 他们说美国人之所以朝中国 呲牙咧嘴挥拳头 威胁我们飞机过来抵近侦察 最近美国人到南沙群岛上面 跟我们飞机对峙 记忆只差三米 差六米三米 美国人怕我们的窗户看 不放心呀 美国对中国变脸 奥巴马后期就开始了 特朗普那就变本加厉了 公知说是因为中国有一些 所谓的叫做民族主义者 民粹主义者 得罪了美国人 我是被他们亏到这里边去的 说司马南反美 所以美国人不高兴了 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外交部的 新闻发言人是战狼外交 所以美国人不高兴了 也有人说中国人自大 说厉害了我的国 你一骄傲美国人就智润的骄傲 所以美国人才跟我们过不去 不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吗 真正的原因 通过我们这期节目 大家可以听到 可以感受得到 真正的原因是 无论从金融 从科技 从品牌 中国独立 中国国家独立 独立于美国之外 美国人不高兴 本来美国可以一家通吃 现在呢 多了一个中国来分餐 最近20年 尤其是最近10年 中国共产党第18次 全国代表大会 开国之后的10年 全世界出了 中美两国 其他国家基本上 都不发展了 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走 这期节目我稍说两句啊 多那么几分钟 但数字很重要 告诉各位 2010年全世界GDP总量是 66.2万亿美元 到了2020年 全世界的经济总量是 84.5万亿美元 增长多少 不到20万亿 18.3万亿美元 对不对 2010年中国的GDP 是5.9万亿美元 2020年中国GDP 是14.7万亿美元 增长了8.8万亿美元呀 有人对2012年 中国社会发生巨变 估计不足 这数据说明什么呀 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2010年美国GDP 大概是不到15万亿吧 14.9万亿美元 2020年美国GDP 是20.9万亿美元 增长了6万亿美元 美国增长6万亿美元 中国增长了8.8万亿美元 各位还要啥自行车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骄傲一下 当然我们不能骄傲 我们要继续艰苦奋斗 现在我们经济遇到坎了 但是遇到坎你也不能不看成绩啊 对不对 中美两国一共增长了14.8万亿美元 占全世界增量的80% 2020年全世界人口是不到79亿吧 中国14亿 美国呢 3.3亿 连中国零头都不到 中美两国合计是17.4亿 中美两国人口合计占人类的22% 就是说咱们可以简单有机 中美两国已占人类22%的人口 瓜分了全世界80%的经济增量 而其余78%的人只占了20%的增量 全世界除了中美两国以外 十年来增长率只有8.2 平均每年0.82 这个数字还叫增长吗 你跑的已经突破膨胀不 各位 这个意思您明白了没吧 就最近十年 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过之后的最近十年 除了中美两国之外 其他国家的经济几乎零增长 而墨西哥是零增长的典范 如果再细说一句的话 中国占了全球增量的百分之五十 美国只占百分之三十二 世界上只剩下发展农国家的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美国 你要是特朗普 你要是奥巴马 你要是佩洛西 你急不急 想明白没有啊 美国人为什么急 为什么急脱白脸 为什么翻脸 为什么鼻子不是脸 不是脸 美国咋了 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政客为什么喜欢说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啊 啥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啊 你看看墨西哥 这就是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国能够接受这个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吗 规则就是美国人自个制定的规则 我们能接受这个规则吗 美国人把刀架到我们脖子上 我们能就范吗 现在中国人发展了 美国人说你破坏市序 所谓国际秩序是国家之间的尊卑关系不变哪 谁要改变 谁就要接受美国的惩罚 而我们中国人从来就相信 王侯将将宁有种乎 我们干嘛要非接受你的规则 说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 美国人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 因为打也打不过嘛 你武力你跟中美之间能打一场战争吗 金融上彻底摧毁中国 也不大容易啊 你和中国脱钩中国什么东西都能生产 美国你没帮助全世界跟中国脱钩 所以美国现在是各种手段一起上 致力于在中国搞什么A4纸啊 搞什么颜色革命啊 变换各种方式 妖魔化中国共产党 妖魔化中国政府 试图挑起内乱 利用所有的14亿人当中的各种负面的东西 制造混乱 中国不能走墨西哥的路 走墨西哥的路是死路一条 今天这三期节目跟你讲的都是墨西哥 但是所有的都是指向中国 想想墨西哥 想想中国 我们必须坚定的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有了新词了 中国是现代化 是我们必须走的一条 康庄大道 墨西哥 那是前车之间 感谢收看 再见